我们十分重视处理针对法官行为的投诉机制 自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 将广受关注的投诉个案调查的结果和理由 上载在司法机构的网站 监管我们投诉处理机制受到公众的关注 而且我们上一次检讨机制的时间是2016年 所以我们将会就这个机制进行检讨 直此进一步提高机制的透明度和问责性 在我们的检讨过程里面 我们会考虑公众提给我们的意见 另外一件事就是关于设立量刑委员会 而定立这个量刑指引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建议 我想在这里指出 量刑是司法职能的重要一环 由法官独立履行的 在我们普通法制的角度之下 上诉法院 上诉法庭 在主理上诉和判刑覆核的时候 担负重要的角色 负责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 消除下级法院之间判决 或者判刑之间的差距 以及发出具权威性的量刑指引和指导 社会上对设立量刑委员会这个建议 实际全部都是关乎 下级法院在最近这些日子 就社会事件有关的案件 若干的量刑决定所提出的 就定定这个权威性 和有约束力的量刑指导 和消除各下级法院之间的判刑的差异 这一方面 借着上诉和判刑覆核 我们认为是更有效 和更常规的方法 上诉法庭到现在来说 已经一共处理了不少个 八宗源自社会事件有关的案件 的判刑覆核 并且就这类的案件 发出了重要的量刑指引和指导 这些指引和指导 对所有下级法院都具有约束力 我们接近这几个月 还有很多这类的案件 有七宗 不少个七宗的这类的案件 我们上诉法庭会处理的 另外 好似我正在下午时说到的 我们将来有这些案件的时候 我们会加快上诉庭聆讯 这些上诉或者覆核案件的时间 我们认为这些处理的方法 是能够最有效率和最有成效地 回应这类案件 需要订定量刑指引的诉求